还是一点点 好的 我们明天 面包 cream cheese 还有惊磨的水果 我一般喜欢先把面包烤一下 再在面包片上面抹上这个cream cheese 再把我要吃的水果切好 再依次把水果放上去就可以了 墨西哥的这种薄饼还有鹰嘴豆 牛油果 鸡蛋 这是昨天用的剩的那半边牛油果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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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鸡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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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鸡蛋 然后再放一点鹰嘴豆上去 如果你家有料理机 你不嫌麻烦的话 你就可以把柳油果和这个鹰嘴豆打一下 它弄成梨 如果你吃的辣的话 你还可以在上面放一点这种辣椒 我一般还会再用刚刚煎鸡蛋的油 然后再把它煎一下 做好了 做好了 一根香蕉 还需要杏仁酱 我买的是百分之百的杏仁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很甜 而且成分都非常粗 大只吃的 如果不能辣口 你敢把刀都溢了 看好 还或者把数换炒 很烫的 烤龙 照片 烤龙 软 烤龙 烤龙 炒龙 烤龙 烤龙 这样子就做好了 奇亚籽、杏仁奶或者燕麦奶都可以 还有新鲜的水果 让它静置一小会儿 现在这个已经膨胀了 差不多的就像果冻状了 因为我想把它摆得好看一些 所以说我准备把它放到酒杯里面 就像果冻状的一样 牛油果 鸡蛋 青汁 如果喜欢吃小鸵一点的 就把它切细一些 我就比较喜欢吃小鸵 小鸵的 这个样子就是口感更好 然后再拿勺把它一层一层地舀出来 就用一层一层舀出来 然后它就是这种小粒小粒的 然后再在这里边放盐和黑胡椒 如果想吃感染油的话 也可以往里边放一点感染油 这样子就拌好啦 然后把刚刚煮好的鸡蛋放进去 我比较喜欢吃糖心的 完美 如果你吃不惯这个生鸡蛋的那种生味 你就可以再往里边再放一点黑胡椒和盐 然后一定要放这个辣椒片 就是这种辣椒片 因为放进去会很香 如果要吃香菜的话 也可以剪点香菜在里边 非常的香 非常的香